歡迎收看五二動起來 我愛動起來 來關心的是美國直籃的NBA 休士頓火箭隊兩位年輕的大將 波特跟伍德呢 日前因為態度不佳 不配合肺炎的篩檢作業 所以火箭隊做出了競賽 一場的處分 台灣時間四號的時候 對上費城七六人的比賽呢 兩個人只能坐乾板凳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受到 這樣的影響呢 火箭隊後繼無力 在下半場抵擋不住 七六人的攻勢 中場以一百三十三比一百一十三 輸球苦吞八連敗 美國直籃NBA休士頓火箭 最近爆發茶壺風暴 後衛Kevin Porter Jr.和大前鋒 Christian Wood 因為和教練團爆發爭執 以及不配合肺炎篩檢作業 兩人遭到競賽一場 台會時間四號做客 費城七六人 兩位主將沒有出賽 狀況正好的七六人 自然毫不客氣 七六人的Joe NB跳出來 要告訴對手 這是我家主場 不過火箭也不是省油的燈 少了兩大主力 但火箭還是打了半場好球 握有微服領先 可惜下半場兵敗如山倒 七六人第三節發動攻勢 超過七成的命中率轟下四十一分 讓火箭幾乎快要熄火 尤其三分但更是不留情面 第四節的戰局發展 持續一面倒 七六人最多一度超前二十六分 讓比賽沒有懸念 就NB攪出三十一分 十五籃板十助攻 是山崖第三度的大三園 幫助球隊中長以一百三三比一百一十三 收下勝利 七六人笑納四連勝 送給火箭苦吞八連敗 華日新聞送楊智福報導